好 立法院的院长选举今天顺利落幕了 国民党立委韩国瑜他成为了第十一届的立院龙头 不过想到这一场选举并没有太意外的发展 三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都没过半 所以第二轮回归蓝绿对决 泛蓝势力没有人跑票 因此韩国瑜最后是以54票顺利当选 办公室收到大量的花蓝 其中包括了绿营人士祝贺众望所归 这似乎雨带爽关 韩国瑜凌争 票都没开完 现场国民党立委以鼓掌叫好 新任院长韩国瑜也一一拱手道谢 党团总招傅婚旗拉主key 韩国瑜院长凌争 韩国瑜脸上笑容藏不住 没人跑票也没人盖错 顺利坐上立院龙头宝座指示 请韩国瑜院长进来 要不要领这个当写证书 不要回家了 赶快叫他回来 韩院长赶快进来 要领当写证书不要了是吧 刚刚用剃的 柯建民喊了好几声 装手插腰要韩院长快回来 此时此刻的他正在外发表感言 被提醒后马上赶回来 一见到柯建民互相亏了几下 正式领证 我现在颁当写证书 可以拍走了 摊开立院历史已经好久没有进入第二轮 从第二届的1993年 刘松凡对上朱高正 到第三届刘松凡对上施明德后 相隔近20年再度进入二轮投票 对比过去几届院长 比较近的王金平 担任过国民党副主席 苏家全内政部长委会主委 游锡坤行政院长 总统府秘书长民进党主席 而韩国瑜则是高雄市长 和北县中和副市长 我会担心的总统千万不要太过度紧张 也不要过度解读 韩国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院长 我请遵守中华民国欠法 赋予我的权力与权认 立院龙头这张一切按照国民党完美剧本走 再来就看开议 蓝绿白如何重新较力 第二届你们会召唤台北上半岛 好这一次的立院选举 每一票都很关键 所以蓝绿白展示了各种的花式亮票 不过民众党总共八席立委 黄珊珊最后确实拿到了7票 原来是当中民众党立委 陈昭斯不小心把印尼沾到选票上 所以成为了选举当中 唯一的一张废票 会因此被开除党籍吗 黄珊珊说这是小失误 黄国昌只低调回应说谢谢 而民众党稍早发出声明了 说将由中平会审议之后 再对外公布 当无效票认定立法院长选举 担任大会主席的柯建平 这项决议让民众党无法接受 抗议到底 坚称是印尼不慎 沾到而已 直线民众党 监票代表林郭成 与绿营代表沈丁飞 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仔细端详 这张选票张是盖给了黄珊珊 但红色印记却跑到了 国民党地委陈金辉的格子里 也让当事人很灰心 郑重声明 民众党地委陈昭姿 随后自首盖错的人 就是自己 但时刻否认故意 附属证明 昭姿姐已经非常非常的焦虑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她没有事 这只是一个小书师 没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不用再做文章了 句话自己人走心 黄珊珊一路把陈昭姿 搂在怀里 只是几天前 黄国桑早就把话 撂在这里 或不会开除 谢谢 我们都已经争取了 很明显她投给黄珊珊 并非投给别人 所以就没有什么伪计 或什么主分的问题 战斗印尼或许真的只是不小心 但为了避免这种事情 像是蓝营从第一轮起 就按照组别一律 选票高举 绿营则是照规矩 自己摊开 让监票员过滤 进入第二轮 也通通比照办理技术性 让镇影集清楚 拍下印记 各种花式亮票 无疑成了一日限定 国会奇景 TVB宣众和报道 好 然而在看似平静的投票底下 是否暗潮汹涌 因为传出投票的前一个晚上 柯文哲曾经亲自打电话 给民进党高层 讨论这个山昌配的可能性 但是遭到拒绝了 不过民众党今天反击说是 民进党打来谈条件 还故意颠倒是非 赖富对第二轮投票有信心吗 这信心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恐怕是没有 争夺国会龙头 民众党最后一刻杀出陈咬金 传出绿白案底沟通 要求删昌配 一早坐证民众党团都军 柯文哲恐怕料到这结果 绿营高层就透露民众党派 黄珊珊角逐院长后 支持者弥漫着不想保送韩国瑜的气氛 让柯文哲挤打电话给民进党高层 以院长支持黄珊珊 换取副院长投蔡奇昌 但绿营考量民众党信誉不好 加上盛传蓝白要用招伟换院长 因此拒绝 选举一结束之后 马上开始放话 说这个跟民众党之间 有一些安排的交易 甚至还导谷为因 这个党内的派系的一些斗争 这个时候故意要来找战犯 故意卸责来推给民众党 真的是司马肖之心路人皆知 不满被子拉下脸来主动条件交换 民众党反击 分明就是民进党 透过许多管道 表示愿意投给黄珊珊 但也希望民众党承诺支持蔡奇昌 结果被柯文哲 以投不下新潮流 没撕下协商空间回绝 批评大是大非 不容颠倒 因为这两周 绿营不管是透过某前民进党主席 联系黄珊珊或一届人士 向柯文哲 黄国昌 世善义等 不断递出橄榄枝 但传出民进党总召 柯建民极力阻打 绿白和 没有蔡奇昌的这个选项 所以也没有山昌配这样的选项 就算否认外界说法 立法院首站落幕 绿白却已经遍地烽火 TVBS新闻 朱光宏 李平 杨佩宇 SN小组 台北报道 立法院首站也是 蓝绿白三位总召的大斗志 投票结束确定 韩将配成局 让国民党总召 傅昆席带领大喊胜利 倒是民进党总召 柯建民把矛头指向了黄珊珊 唱票一结束 现场国民党立委欢呼声不断 五十四票全拿票票入轨 宣布江启臣当选立法院副院长 总召傅昆席带领喊口号 约心情藏不住全写在脸上 毕竟几乎到第二轮 民众党弃拳 就连一开始也不选边站 是推人选吗副院长 应该会 是你吗 我也不知道 余大夫比这一走 八位民众党立委要进场投副院长 但投票前是否推人选保密到家 谢谢大家 谢谢 一律谢谢不回应进场不到四分钟 八位立委完成投票 不选边站投给自己人张旗凯 总召黄国昌亲自监票 蓝绿总召同样也盯场 要确定每一票都有入轨 让这局以民众的八票位过半 进入到第二轮 才让国民党以三票之差 拿下这局 而万年总召科建民 对民众党就没好脸色 小心 谢谢 小心 小心 新国会首站牵动未来合作走向 三党的总召战谁胜谁负 持续斗志中 民进党的游席坤确定是连任失利了 随即他以个人规划为由 辞去的不分区立委持务 游席坤也透露早在将近半个月前 就已经向准总统赖心得报告 没选上就请辞 快步离去立法院 没意外 这是游院长在国会的最后一天 因为确定没能许任立院龙头 他随即辞去不分区立委 之前事实上就有决定 原6月19号正式去跟他报告 因为他是他提名我当顾问区 那我要辞掉过去 我当然应该要跟他报告 总统也同意就对了 赖总统也同意 以个人规划为由 游席坤说从2月2号开始 辞去立委职务 贴文任务已结束 而赖清德也在底下留言 说游院长辛苦了 谢谢他对台湾民主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和付出 只是前立委郭正亮就爆料 说赖清德已经挑两名 将卸任的民众党立委入阁 而且安排游席坤 担任其他院长级位置 没有完全没有听说 游席坤不分区立委一缺 预计将由 HOPE埃政希望基金会 董事长王振旭逮捕 只是选前民进党上下高喊 抢救王毅川 那王毅川是否还有机会 因为只要有再一人 离开不分区职务 顺位就是他 就传出内阁人选 民进党不分区之一的 庄瑞雄 可能接任农业部长 谢谢厚爱 刚报道而已 录个头 还520都还没交接 这个都乱点烟香谱 没有 现在就当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把他当好 那其他的这一个身份的改变 就立法院跟这个党 那整个的程序 据当杨春立委 即便选前各种逼宫传闻 知道投票的最后一刻 游锡坤下台一举勾 只希望这能是华丽转身 TVBS本 董耀俊 吴奎 李作恒 年权宣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信任的 正副院长出炉了 巧的事前 卫福部长陈时中 PO文提醒大家要 多吃国产鱼类 少吃白昌黄鱼 这引发联想 难道是在暗酸黄国昌 黄珊珊跟韩国鱼吗 来来来 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上课楼 一早就在翠上PO文 分享鱼类 小知识 说要提醒大家 白昌黄鱼或是过鱼 这种鱼类属食物链 上层生物 养殖饿料来自小鱼 使用它们需特别留意其 鱼法鱼鳍及产地 呼吁国人同胞可挑选 有标章生态中低阶的 国产鱼类食用 只是这文刚好就发在 立法院长投票的这一天 不少网友直呼高级酸 还有人说是不是在偷臭 因为看看白昌黄鱼 或是过鱼 让人分别联想到这三位 黄国昌黄珊珊和韩国鱼 被点名的包括韩国鱼 一个的响应不理 只是陈时中的鱼类知识文 到底有无根据 若以鱼业观点来看 陈时中似乎没说错 而要证明自己有所本 陈时中还附上引述来源 台湾海鲜选择指南 确实因环境永续概念 白昌鱼被归在斟酌食用 黄鱼被放在避免食用 但是否也在借机偷酸在野党 陈时中本人战无回应 TVP的新闻 李国陈串柔台语报道 国民党台中市平地原住民立委黄仁 带着自己的人形立牌 抢得爆到头香 他凌晨一点半就抵达 还把立院为立委们准备的大背板 误当成了签名板 另外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相隔16年重返立法院 是否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再续世间情 重演当年在台北市议会的菜重问题 精彩对决吗 王世坚笑说进国会后会互相尊重 韩国瑜当院长的话 他只不过是我的同事 立委之间即便不同的政党 那也是独立行使职权 那么立委不是来监督立委的 所以那个不是我的责任 就在王世坚谢绝的媒体提议 害韩国瑜来个不期而遇时 谢东建拿着一把情娱两用伞 上面印着赖清德的头像 并写着一生监督你一人 对王世坚表示改天换你了 下一支伞就是我跟王世坚 早上八点一到立院大门开 一百一十三名的立委 纷纷带着家人和嘉宾踏上红毯 步入议场准备参加就职典礼 一时之间整条红毯变得好挤 而就在立法院门口一群独派的青年 发起拒绝中国的选择行动 呼吁各立委别让大陆鼠疫的人选 作为立法院长 另外在场外黄昭顺的女儿 国民党不分区新科立委陈金辉 带着三位儿子准备走红毯 没想到二儿子突然哭了 经过一番安抚和妈妈一个大拥抱 终于破涕微笑 陪陈金辉走进未来四年 充满挑战的立岳大门 TVBS新闻董又俊 李明辉 年成轩 庄凯玉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